因為我老婆她就是 在工作上就表現非常好 大家也都還很滿意她 可是她其實就是一個 賽馬 因為賽馬她就是要把 兩邊的眼睛遮住 她就是一直只能往前 對 只要分前面 對 她心裡面就只能做那一件事 就是把她的工作做好 那所以說她在生活上面 就是有一點混亂 比如說她是可以就是說 比如說我去接她嘛 對不對 那我們計程車來了 我們就上計程車 然後她在開在那個 她店在中山北路那邊 開出去中山北路的時候 她拿東西看 手機沒拿 不好意思 再繞回去 然後繞回去 鐵捲門再打開 然後進去拿手機再出來 這是第一天 那有人這樣子以後 你第二天你是不是就要小心一點 昨天忘了帶手機 今天上車前是不是先檢查一下 沒有 連續三天 她是可以這樣的人 而且因為她每次去這個 工作的時候 比如說有那個婚禮的時候 她都要穿整套的套裝 而且她一般都是黑色 專業的感覺 然後那黑色的套裝 有的是長褲 有的是裙子 黑色的高跟鞋 不知道有幾百雙 但是各式各樣都是黑色的鞋子 每次她要去的時候 要找這些東西 永遠找不到 因為她從來東西都不會規定位 她永遠找不到那一件 那比如說有一天 她要去找那一雙鞋子 也是把這個整個房間都翻遍了 就是找不到那一雙黑色的高跟鞋 然後把我們都把它叫起來 然後幫她去找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因為我們拿各式各樣 黑色的高跟鞋 就不是她要的那一雙黑色的高跟鞋 那那雙黑色的高跟鞋 到底在哪裡呢 你什麼心態 她弄我 我是不是也應該回報一次 道告一時 沒道到哪裡 沒有 就是放在我放樂高的 那個房間裡面的箱子的裡面 就把它放進去 真的 樂高 什麼時候才是拿出來 最好的一個時機呢 就是說 真的 怎麼辦 來不及了 找不到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如果誰找到的話 我第二天 我跟你講 我請她吃牛排 聽到這個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這齣戲 該要結尾的時候了 真的嗎 那我們全家就動起來了嘛 就去幫她找 太賤了 叮叮 好壞喔 你還要她感激你 你在哪裡找到 我說那個不是 好像掉到那個 你那個很多鞋盒的 就掉一個就在下面 你在高招 她還要 懷抱感激的心 還請你吃飯耶 對 還吃牛排 對對對 然後 這麼早到的 哇 真的是太厲害 當然她就匆匆忙忙 就要走了嘛 對不對 那第二天就是 開開心心 我們就是去吃牛排的時候了 就是說 你想要白吃白喝 其實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 是不是 放棄